女人被绑在柱子上 地上的大兵正用蜂蜜涂抹在她们的脚上 让蚂蚁放肆撕咬她们的肌肤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战争》电影 既是对战争的控诉 更是女性的悲歌 它叫李李 来自越南中部的稻米之乡 这里日光笼罩 烟雾缭绕 田野的一切都是那般令人倾心 这里民风淳朴 山水祥和 受天神地母的保护 这里的生命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他们努力地耕种 又遵循佛祖教诲 在这个美丽的村庄 存留一代又一代 李李就是这里最平凡的孩子 本可以平凡又幸福地度过一生 然而她的人生却并不平凡 1953年的夏天 法国军队的突袭 彻底改变了这里 如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法国军队进入村庄 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亲眼目睹家园被毁 却无能为力 他们惋惜痛恨 不得不为了活着 离开这里另觅家园 几百年来 这里也曾历经劫难 然而辛勤的他们 总能重建家园 只是这一次是彻底摧毁 父亲带着一家人 去往遥远的彼岸重建家园 一家人安顿下来 李李渐渐长大 成了婷婷玉丽的少女 然而一支北越士兵队伍 挑着枪杆子走进这里 他们有些是抗法战争的渔泳 也有一些是北越难民 这些人的脸上 个个满腔愤怒 而北越士兵的出现 彻底打乱了这里原本和平的秩序 他们在这里大肆征兵 满腔的抗战救国 李李的两个哥哥 也满怀着对国家的热爱 和对和平的渴望 跟着越贡上了战场 虽然难舍难分 却又无可奈何 一家人只剩年迈的父亲 是唯一难定 父亲敬仰神明和祖先 然而神明和祖先 却不能救他们于水火 这一天 李李正在田间劳作 一架直升机正从头顶降落 又有部队突袭 这次是帮助南越作战的美军 家已经危在旦夕 坦克 装甲车 冲锋枪 在村子里迅速集结 他们抢掠粮食 搜刮财产 强抢民女 无恶不作 在当时 南越为首的吴廷燕 和美国一向交好 还和法国人暗中勾结 村民唯一的盼望 就是北越领袖胡志明 也是抗日抗法的大英雄 被百姓敬仰 村民的心理自然偏向北越领袖 然而他们白天属于美军 帮着美军修筑防御攻势 夜晚却属于北越 只是他们所敬仰的北越士兵 却残忍杀害了村里 最受尊敬的教师老先生 尽管如此 李李依旧支持北越士兵 因为他的两个哥哥 都在北越的队伍里 夹杂在两军队伍中的村民 每天提心吊胆 然而最害怕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两军摩拳擦掌 终于爆发了战争 美军和南越军队 从上空轰炸 这个刚刚平静几年的村庄 再次被夷为平地 妇女们尽管藏进了地窖 依旧没能幸免 被美军找到 他们为了自卫 甚至与美军同归于尽 而李李也是越共共打 于是被抓进美军部队 16岁的她 正经历着飞人的折磨 她遭受毒打又被惦击 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如同地狱 李李又和两名少女 被美军揪出 正绑在院子里的柱子上 士兵们在他们的脚上 涂满过期的蜂蜜 然后任由蚂蚁 疯狂啃噬他们的皮肤 更有甚者 将毒蛇扔进少女的胸口 这里的每一刻 都成了李李的噩梦 而那一年李李不过16岁 后来 士母亲掏空所有家当 才从美军手中将李李赎回来 才让李李暂时捡回一条性命 从此以后 李李总是眼神呆滞 对一切充满了恐惧 不料如今连回家 也成了一种天大的错误 李李被母亲赎回后 却遭到同村人纷纷议论 连越共组织也不信任她 两个年轻人趁着深夜 将李李拉出村外 准备执行枪决 一把枪抵在李李的头上 她浑身颤抖 眼中充满了恐惧 曾经那些安稳的岁月 皆成为回忆 李李无望地闭上了眼睛 然而两个年轻人 却想到了更好玩的游戏 于是放下枪 撕碎她的衣服 直到黎明 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行尸走肉般地回了家 曾经她所忠诚的越共 却成了迫害她最深的魔鬼 从此 李李不再愿参加任何组织 美军也好 越共也罢 李李只想远离这些可怕的梦魇 于是为了鼓励女儿 母亲便带她进城 在一个富户人家当保姆 这是李李第一次进城 从小她就与良田为伴 身边的农民都是淳朴之人 然而城里的人心险恶 正是她即将面对的 雇主家宛如皇宫 奢华富贵 纸醉金迷 没想到男主人 却一眼就爱上了 只有18岁 清纯美丽的李李 这个中年男人温柔体贴 纵然李李多次犯错 男人都原谅了她 这让李李彻底对男主人 芳心大动 一来二去 两人竟好上了 李李以为自己坠入爱河 其实她只是坠入了深渊 李李以为这就是爱情 却忽略了这个男人 不仅有妻子 还有两个孩子 这样的爱情注定没有未来 没想到不久后 李李便怀孕了 母亲逼着李李打掉孩子 她在母亲的监视下 在楼梯上蹦跳 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导致流产 李李的每一步都万分痛苦 然而强壮的婴孩 还是活了下来 这时 女主人也发现了李李怀孕 女主人不依不饶 李李以为她所爱的男人 一定会护着她 然而男人却十分冷漠 母亲只好求着主人 让他们生下孩子再离开 而男人依旧狠心地赶走了母女俩 还说会每个月付他们抚养费 但从此以后 他们却从未收到男主人的抚养费 眼看着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 李李的日子过得愈发艰难 见识了人性 李李再也不会轻易相信爱情了 她也不会是那个单纯的傻姑娘了 因生活所迫 李李做起了小贩 每天游街串巷 向美国大兵售卖烟草和啤酒 她变得处事油滑 能打情骂俏 也能死缠烂打 不幸遇见城管就拿钱贿赂 挣的钱也就勉强能吃喝 李李一直寄居在二姐黎红这里 黎红是詹业服务美国大兵的妓女 没办法 战争年间何谈尊严 能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的恩赐 然而就在这天 李李遇上了城管 交出了一天的收入 正垂头丧气地回家 却遇上一个找二姐的士兵 二姐正在接客 急不可耐的士兵 便想要对李李下手 李李不从 便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 然而就在此时 李李的父亲从乡下来探望二姐 而李李就躲在后面看着父亲 父亲明显苍老了许多 走路颤颤巍巍 脸上也爬满了皱纹 而二姐竟当着父亲的面 与美国大兵苟合 两人情难自已地进了房间 里面传来销魂的声音 父亲低着头不说一句话 二姐让父亲蒙羞 但父亲此次前来 是为了寻找小妹李李 而李李则挺着大肚子 怀着别人的野种 她没脸见父亲 她也不想让一辈子刚强的父亲 脸上蒙羞 带父亲走了 她只留下一句话 就是人生错对 自有衡量 在父亲眼中 李李只是犯了错的孩子 而二姐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父亲走了 两姐妹因此吵得不可开交 李李埋怨二姐 不该当着父亲接客 二姐指责李李怀着别人的野种 两人恨不得用尽天下 所有恶毒的言语去伤害对方 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甚至动起手来 李李失望透顶 又被二姐赶出了家门 于是她只好到美军营区捡垃圾 企图换取一些食物 突然 李李从一个垃圾袋中 看到了被残害的妓女的残肢 李李惊慌失措 美军不好惹 这一瞬间 她似乎能够理解二姐的难处 不久后 李李生下一名男婴 初为人母的喜悦 让她忘记了生活的一切艰难 周围的人都劝她抛弃 或者溺死婴孩 能够掩盖羞耻 然而李李却是不舍 生命就是希望 她要抚养孩子长大 于是一个二十岁的少女 拖着一个不大的婴孩 为了生存 李李来到美军营内 想要谋一份工作糊口 然而军官却解下了皮带 因为这个社会里的一切 都在背地里 暗暗标好了架码 他们与美军 有着不共戴天之仇 李李绝不会委身美军 这是她不让父亲蒙羞的底线 无奈之下李李只好重操就业 再次做起了倒卖烟草的生意 偶尔也倒卖大麻 这天一名美国士兵叫住了李李 说两个兄弟想要和李李 做一些更刺激的事情 李李不愿意 因为那边有太多便宜的妓女 然而这两个大兵 却独独看上了李李 并承诺可以拿出八百美金 李李整个瞳孔都放大了 她犹豫了 八百美金可是她卖多久香烟都挣不到的钱 这钱可以供她和孩子生活上一年 看着远处哭泣的儿子 李李接过钱 不自觉朝大兵走了过去 家庭的信仰 父亲的教诲 自己的坚持 全部都抛在了脑后 从此以后 李李便更加羞愧 不肯回家面对父亲 时隔多年后 李李第一次回到家乡 是因为父亲病危 只见村里 破败不堪 早已不复往日的光景 大姐被割了舌头 父亲被美军当成越贡毒打 然而越贡并没有纪念他们 反而将李李父母当成叛党 枪口抵在了母亲头上 那一刻 他们心都凉了 自己的两个儿子 还都在越贡的队伍中 或许早已为国捐躯 而他们 竟被越贡当成贡党 好在有人说情 才勉强逃过一劫 此后父亲一蹶不振 终日靠着喝酒度日 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见李李 父亲鼓励李李回到儿子身边去 永远不要去问对错 因为这是个危险的问题 只要带着爱去生活 只要心中有信念 生活就一定会有馈赠 不久父亲死了 死在他坚守一生的土地上 李李拿出所有的积蓄 后葬了父亲 从此 他又成了一个没有家的流浪者 一年后 李李赚了些钱 便带着儿子去了韩国 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 他在一个餐馆打工 以端茶倒水赚小费 这里暂且没有被炮火轰炸 他留了长发 穿着裙子 过着普通又美好的生活 李李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知足 然而 又一个美国大兵闯入了他的世界 他叫大卫 个子高挑 英俊又健硕 大卫很是喜欢李李 第一眼就喜欢他那双有故事的眼睛 而在李李看来 美国大兵无一例外 都是下半身动物 李李十分讨厌他 大卫却和一般的美国大兵不一样 他身世风趣 热爱聊天 十分尊重女性 尽管建了李李的家 只是坐在他的床边聊了一会儿 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这让李李对大卫的态度 发生了巨大转变 只是李李还从没有爱上大卫的计划 然而 就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借宿在李李家中的大卫 噩梦不断 只因从小饱受战争的伤害 李李看着眼前脆弱的男人 又有着和自己近乎相似的经历 他从心底流露了一种疼惜和恋爱 情到深处 两人变恋爱了 这一次李李没有选错 大卫与其他士兵不同 他极其负责任 不仅是对李李 还包括李李的孩子 他总是视如己出 又是买玩具 又是买衣服 还跟李李求了婚 看着眼前认真的男人 李李第一次感动地哭了 两人顺利结为夫妻 并生下一名婴孩 这是他们过的相对一段平凡的生活 李李对生活重新燃起了希望 然而母亲却不支持李李 更不愿意跟他去美国生活 无奈 又一场战争爆发 这里的百姓人心惶惶 大卫再次上了战场 李李拉扯着两个孩子四处逃亡 他失去了大卫的任何消息 他只好请求祖国救助 于是难民们被集中在一辆皮卡车上 突然士兵上车搜查 揪出几个年轻的女子 李李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 默默地低下了头 躲避士兵的视线 不一会儿 那些女孩哭着回来了 她们的衣服被撕扯 头发蓬松 李李便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看来任何人都靠不住 李李只好继续带着孩子四处逃跑 她以为就此永远失去了大卫 然而命运馈赠了她最宝贵的礼物 那就是大卫还活着 于是一家四口一起去了美国 这里安静祥和 丝毫没有战争纷扰 大卫也讨厌战争 只想和李李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 李李做了头发 换了衣服 看着更加明艳动人 公共婆婆都很开明 对自己也很好 只是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越南人 只以为是中国人 一进家门 李李就惊呆了 大卫家宽敞富有 在此之前 这里的生活是李李想都没有想过的日子 还有双开门的大冰箱 里面有各样新鲜的肉类和蔬菜 对李李来说真的是天堂般的生活 然而 事情并不如李李想的那般简单 大卫曾有一段糟糕的婚姻 两人离婚时将房子一半判给了前妻 这意味着大卫并不完全是这道房子的主人 而且她还趁着信用社一大堆债务 但李李并没有被巨额的债务吓跑 友情银水宝 美国真是个食物的天堂 女人各个吃得猪圆郁润 在他们眼里 又瘦又小的李李简直就是营养不良 走在街上也会成为人们注视的焦点 李李不被认可 美国和越南又有着难以跨越的文化差异 李李想要工作 然后搬出大卫的父母家 大卫的工作其实就是贩卖一些军火 而李李家族世代信佛 不能接受大卫的工作 大卫又有些大男子主义 只喜欢听话又服帖的女人 李李不肯 偷偷开始贷款开餐厅搞事业 李李和大卫的感情也就越来越淡 久而久之 大卫性情暴躁又沉迷酗酒 李李的脾气也越来越大 常对大卫横眉对眼 他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婚姻岌岌可危 而这一次吵架 两人彻底爆发 李李甚至暴怒 甩了丈夫一耳光 两人的争吵 已经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 李李只剩最后一张底牌 那就是可以通过离婚 分大卫的家产 然后带着孩子离开 大卫暴怒 忽然拿枪抵在李李的头上 这一瞬间 李李过往那些噩梦般的生活 如数浮现 就像一生都摆脱不了的宿命 大卫意识到自己的失控 抱头痛哭 又向李李连连道歉 大卫有些精神失常 因为常年在战场上 又被胁迫做出很多恶毒残忍的坏事 回到美国的大卫 一度受到良心的谴责 李李看着眼前的丈夫再度心软 抱着大卫原谅了她 然而 一切美好终究是幻影 有些伤害已经给到了 即便愈合也会留下一道疤痕 最终 李李还是找到了律师起诉离婚 原因是大卫家暴 这可逼急了大卫 她也丝毫不留情面 软禁了李李的几个孩子 为了要牵制李李让她撤诉 这场离婚官司一直僵持许久 大卫甚至要带孩子远走高飞 李李只好服软 说她爱的永远是在越南第一眼见到的大卫 并承诺跟大卫信奉基督教 一家人好好过日子 大卫被感动 眼中止不住地泛着泪花 终日活在精神折磨中的大卫 终于如愿感受到了些许温柔 她耕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默默挂了电话 却选择将这份温暖永远保存 最终大卫自杀身亡 这段对话也成为她此生最后的独白 她渴望爱 却未曾拥有爱 李李既后悔又自责 万分痛苦 却不得不带着两个孩子继续经营餐厅 虽然后来她也有过几段恋情 但这些人再没有走进她的心里 直到十年后 李李带着孩子返回了越南 战争已经结束 曾经的家乡已经被命名为胡志明氏 李李带着大儿子来见生父 那个又渣又怂还不出钱的男人 如今生意破败 已经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父子俩紧紧相拥 过往的对错 遗憾 歉意 如数浮现在眼前 都过去了 经历过生死的人 一切都能看淡 而从美国回来的李李 成了全村的焦点 她走在哪里 哪里就有人看热闹 这一生起起伏伏 跌跌撞撞 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儿时的田野 母亲已经白发苍苍 步履攀山 在这里守了父亲一辈子 只有李李 无论是从气质到气色 都没有多大改变 母亲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个魂魄 急忙看看地上有没有影子 母亲见过几个外孙 二姐也从房间走出来 如今的二姐已经成了中年妇女 过去那点恩恩怨怨如今在看 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哥也从战场回来 三哥却永远离开了 大哥对李李有敌意 他可以原谅小妹 因生存 尾身美国人 但他绝不肯吃李李 从美国带回来的食物 这是他的尊严 因为美国曾几度摧毁 他们的家园 让他们家破人亡 每每诉说 这些可怕的过往 大哥都哽咽如喉 悲痛万分 那是他永远不愿回忆的过去 最终 李李和家人和解 但这一切都无法回到曾经 从战争没有预兆地 闯入李李生活的那一刻 一切都变了 几十年来 李李经历过爱情 又经历过背叛 在生与死的边缘摸爬滚打 最终来到美国这片土地 又是一个无形的战场 如今他虽然回来了 可这里终究不再属于他 李李的归属又在哪里 或许只是在那天地间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主人公冯夕李李 在步入年迈时 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两部回忆录 天与地 在人生这个主题内 苦难总是亘古不变的命题 战争 疾病 分离 伤害 总是充斥在每个人的生命中 在天灾人祸面前 人类竟如此渺小 既没有能力改变这些痛苦 更没有能力与命运对抗 然而人们能做的却是默默承受 也是坚强地面对 人们能够用爱和希望 改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也能用良好的心态 用接纳和珍惜 活着的每一刻时光 人生总有万分痛苦 只有不懈努力和良好的心态 是改变一生困境的密码 夫人的尤其是 任何人能做一样的 永远长 再三位 一位 未经历